杭州滨江长江路上有一家杰作造型 王金登说当时跟店里的发型是明确 自己是留背头的 想要把头发修短一点 因为平时他习惯自己吹发型 所以剪完后也是自己吹的 吹干后他觉得头发剪得不太好 采访时这个发型 他说用发胶定型过 所以看不出太大问题 我就是刚才不拍视频嘛 我吹完之后大概是视频的样子 剪得甚至不行 像个凸的一样 然后我跟他说我都剪得不对 他就说是我自己吹的问题 然后我说这里剪得甚至不齐 像个狗肯的一样 这是你剪的问题 王金登说双方争执了几句 发型师说重新给他吹一下 在用喷壶给他打湿头发的过程中 他身上也被喷湿了 他头发从来全部吹得很干很翘了 那我就正常正在喷 这有什么问题吗 这是不是我前面 头发 当时你喷你的一个 第一你昨天你也没跟我说这个事情 所以说这是你们服务的问题 所以说我为了这个生气 对不对 而且的话你喷的时候 你是以一个很高昂的情绪 你是一个很让我不舒服的情绪 给我弄这个事情的 王金登觉得 在打湿头发的过程中 发型师应该给自己身上披个东西 这是服务的细节 另外 发型师的一些手势动作 让他感觉很不舒服 后来对方要再给他重新修剪 他就拒绝了 发型师小毛回应 打碎的头发肯定会有长短 这是正常的 如果要剪齐可能会不太好看 我也实话实说 因为他本身昨天说的话 就让人很不舒服 他说头发剪得这么垃圾 什么的 你说剪得不好没问题 是不是 那可能我技术问题 没问题的 对吧 那你说剪得这么垃圾 就像你们摄影师 拍照一片一样的 你说拍得不好 你说他拍得不好 没关系 那你拍了什么鬼 拍得这么垃圾 你心里如何 王欣诚说 因为当时他生气了 就准备付钱离开 问对方多少钱的时候 发型师挺不客气的 还推赏他 拦着他不让出门 他说 他那时候东西往前台上一摔 他的一个礼拜工具往他一摔 四十块钱 然后我看他撞下来这么差 然后我就生气了 我就说 就你这个 我就说你这个水平 你也敢出四十块钱 然后他就 就问候我妈了 当时我就生气了 我说你 我就指了他的鼻子 我说你再骂一句 他就说你再给我指个看看 然后我后面就说 我今天不给这个钱 会怎么样 我就不给这个钱 他说你不给这个钱试试 然后我这时候 我就穿衣服往外走 这时候 这时候他就在门口拦着我 如果说他不骂人的话 那我后面就不会出现 一系列的问题 因为他昨天就站在那里 就指名道姓 手指着很凶的 我今天就不付钱 你能拿我怎么样子 那你如果说 你碰到这件事情 你应该怎么办 让他走吗 我劳动服务的 我应该收的费用 我没有说去推他 他也没去干嘛 他要冲出去 那我只是挡住他而已 说那句话 我说动手 他还动手呢 王先生说 当天警方给双方做了调解 他也付了40块钱 并把情况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 但他心里还是不舒服 发型师小毛表示 他们该有的服务都会有 但高端店精细的服务 确实比不了 冷静下来 王先生承认 一开始自己说的那句 狗啃过的确实过了点 经过调解 发型师小猫 同意给王先生道个歉 1818黄金眼 记得报道